因为这是第一场比赛自己总体来说打的还算不错 因为可能上一场上一战那个预选赛打完以后 自己的心态能够更加平稳一些 然后但是就是自己打左手的那种基战术能力还是稍微有点欠缺 可能在比赛中也是基战术能力不够强 而且自己的那种对战机的把握还是稍微差一些 第二局第三局也是一直落后 然后自己但是靠的那种完全拼搏 就是那种不放弃精神慢慢咬回来还是不错 对于左手的话之后会有什么样子的针对性训练吗 因为左手其实自己一直以来都是比较欠缺的一个问题 也一直在改变就是打左手的一些技术特点 然后那种站位包括那种战术自己的 因为我的能力还是正手稍微强一些 然后打左手可能不太能运用那么好 可能要加强反手的能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